您要欢迎收看7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渡苏瑞台风在花莲造成农损 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28号上午来到花莲凤林镇中心浦视察 陈吉仲当场允诺 今天起公告花莲西瓜为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而每公顷补助6万2千元 陈吉仲也坦言6万2千只是杯水车薪 将比照香蕉等作物推动西瓜的政策性收入保险 来保障农民的收益 渡苏瑞台风为花莲带来1千毫米的超大雨量 目前凤林一语西瓜产地种植二奇瓜已接近成熟 但是豪大鱼的葱刷一旦天气放晴后 马上就会裂果腐烂 就是叶片都受伤啊 太阳出来之后叶片一定是干掉的 然后西瓜的皮可能嫩的也被打到都受伤 西瓜就不会大了 这就是破损这样 这个是破损嘛 然后你像后面有水浸撞热有没有 这个水浸撞热 它到时候太阳出来就会开始干掉 出太阳之后它就是不会大了嘛 因为整个都受伤嘛 根筋也被冲坏 然后叶片也打坏 巨线辅农业处初步统计 一只玉米栽损严重 有500公顷可能面临碎上发芽 需要抢收烘干 但是花里烘干器具不够用 农民非常紧张 整个西瓜的叶面严重的受损 再加上大小果的部分 收到雨水冲刷 我想损耗的那个栽损的面积 达到250多公顷 那另外在水稻的部分 现在玉里副里他们都在进行二奇做的部分 那鸭苗的部分 因为排水现在还没有排除 在鸭苗的部分可能会有受害的情形 这个也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中央可以来持续协助 另外在养殖渔区的部分呢 在南区的部分 尤其是玉里的养殖渔区 因为昨天的墙降雨 那所以排水不急的状况下 我们的养殖渔户有提报一些灾情 那我们也将速报的状况提报到渔业署 希望农委会之边可以来尽快协助 农委会主委陈其中 由农粮署 农区分署 花莲农改场 农田水利署等官员陪同 立委傅昆奇先议员张美惠 也听取现场农民的心声 现场剖开一颗西瓜 发现西瓜中间没有熟 沉浸中直呼 真的好可惜 有没有 还有 你看都水 对啊 这个里面快烂掉了 这个 太阳一出来了 你看这个只要在一两天就烂掉了 所以外表还是好的 这个会裂果 它这个会裂果啦 就是第二阶段就会看到它裂开 所以我们今天委员我们今天是不是就直接由农委会来公告 而且是针对我们的凤林地区的西瓜公告完之后符合我们指数型的这个天然现金在救助农民只要到乡公所申请 相公所都不用再回来看有没有20%的损失 只要他有种植的事实 那这样就完成了 就直接给县政府 县政府给我们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现金直接尽快的拨给农民 让农民赶快重新的再来互更 那清理我们这一些的 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田区 提报农委会后将会以最快速度合发每公顷6.2万元现金救助 再加上农粮署有机值肥料补助每公顷2万元 全力协助农民尽数清理家园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